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男主的妻子小丽和女儿都被吸血鬼杀死 只有男主侥幸逃过了一劫 接着男主跪在妻女的尸体前哭得是昏天黑地 他发誓要干掉鬼神报仇血恨 为此男主想起了自己的恩师西丽叔 想找他帮自己复仇 男主推测这些年西丽叔一定还在兄弟会出没的危险地带活动 于是立刻收拾行囊上路 十年过去了影店员外更加的荒凉恐怖 男主小心翼翼地穿越着危险地带 这天男主发现路边有几栋废弃的房子 看着天色不早就打算在这里住上一宿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了一对老夫妻 男主以为是这里的主人 有些不好意思 客气着打着招呼 老夫妻也热情地招待了男主 但吃着东西的男主 很快就感觉脑袋一阵半晕 接着就看到了老夫妻凝笑着向男主走去 然后将男主打晕了过去 原来这个地区的食物非常的短缺 甚至到了人是人的地步 身体强壮的男主被他们当做了晚饭 深夜老太婆拎着菜刀就要剁了男主 男主虚晃一招后将老太婆推倒在地 老头子赶忙对着男主开枪 结果却一枪打死了老太婆 接着男主上前砍掉了老头的脑袋 第二天休整夜的男主 带着老夫妻的装备继续赶路 在路过一间杂货店时 他打听到了稀里书的消息 赶忙就去找 却不料中了兄弟会的圈套 被他们带回了大本营 随后异教徒模仿古罗马斗兽场 让男主和其他奴隶搏斗 奉他们取乐 男主抬眼一看惊呆了 眼前的正是他的教父西里书 然而十年过去了 男主已经从偏偏少年 变成了胡子拉茶的汉子 尽管男主拼命的暗示 但西里书显然是没有认出男主 使出了全力对男主下手 眼看着男主就要被打死 这时西里书看到了男主 佩戴的骷髅项链 这才认出了长大的男主 两人惊喜的看着对方 而站在高处的兄弟会二头目 撒臂哥 命令二人继续动手 必须死一个才能停手 西里书趁其不注意 直接灭掉了撒臂哥 人群顿时慌作了一团 接着一个被兄弟会 当作野兽训养的女孩毛毛 趁其放出了笼子里的吸血鬼 而这些吸血鬼 才不管你是不是敌人 还是友军 上去就是一番撕咬 男主西里书和毛毛 趁乱逃了出去 他们躲在荒野的一栋房子里 男主向西里书 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希望西里书能够帮他复仇 西里书却让男主放下仇恨 不要以一时的仇恨蒙蔽了双眼 要以人类的大局为重 因为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 但两人还没有聊了多久 一教徒就追踪到了这里 西里书让男主带着毛毛 从密道逃跑 他则自己留下来拖延时间 就这样 西里书再次被兄弟会的人给抓住 而男主不知道西里书的下落 非常的着急 没想到这野人毛毛深藏不漏 他的嗅觉特别的灵敏 跟着西里书的气味一路追踪 找到了被捆绑在十字架上的西里书 兄弟会那帮结教徒接到鬼神的指令 将西里书带到这里 等候他的处置 原来鬼神是一只能够生娃娃的吸血鬼 西里书在一次围猎行动中 杀死了鬼神的孩子 鬼神是悲痛一绝 发誓不计一切代价 要为孩子报仇血恨 但西里书可不是一般人 这么多年一直在兄弟会的地盘活动 却从未被发现 然而鬼神不知道从哪里 得知了西里书和男主的关系 所以这才不计代价的进攻心仪电源 杀死男主的妻儿 他就是想利用男主找到西里书 晚上被绑在荒野的西里书 受到了两只吸血鬼的袭击 西里书利用惯性将一只吸血鬼扑倒在地 然后用腿扭断了他的脖子 之后挣脱束缚后 又打死了另一只吸血鬼 但西里书毕竟是上了岁数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他也不小心受了重伤 好在男主和毛毛赶到了这里 带着西里书连夜前往了一个人类的藏匿地点 那里有位医生能够给西里书疗伤 转过天 葵婶带着手下赶到了基地 却发现西里书不见了 一气之下处死了兄弟会的当家的 而另一边 男主因为带着受伤的西里书行动不便 结果在休息时 很快被三名异教徒给追上 不过这些伪军的战斗力 可比吸血鬼差远了 男主几下就干掉了一个 连受伤的西里书都干掉了一个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很识时务 立刻就举手投降 男主本来想要解决他 但西里书见他刚成年 不忍心杀他 就先关起来再做打算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了医生所在的小镇 西里书在这里得到了救治 并无性命之忧 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而那个精神小伙 则被关进了小黑屋 由年轻女孩珍珍按时给他送饭 这天珍珍送饭时 透过门缝发现精神小伙 上吊自杀了 急忙打开房门抢救 结果中了精神小伙的圈套 被残忍的杀害 等守卫发现时 精神小伙已经逃走了很久 很快鬼神就根据小伙的情报 带着手下杀到了这里 不过守备军也不是吃素的 拼死奋起反抗 鬼神没有代购人马 最后也只能是草草撤退 而精神小伙 则被男主再次抓住 这次男主没有一丝的怜悯 对其进行了严刑逼供 在得知了鬼神下一步的行动后 男主直接就给精神小伙 送了一份盒饭 画面一转 营地里的幸存者 开始收拾行囊 准备逃离此地 根据情报显示 鬼神很快会带着大批吸血鬼赶到 到时候将是一场血淋淋的回马枪 而男主不想再逃 他要亲手为妻女报仇 哪怕拼上尽命也在所不惜 而其他几名勇士 为了给其他人争取更多的时间 也决定留下来 随后夜色降临 吸血鬼们如潮水般袭来 他们很快就突破了营地的防线 鬼神求战心切 结果中了西里叔的陷阱 但面对男主和西里叔的前后夹击 鬼神丝毫不落下风 打得两人是遍体鳞伤 在关键时刻 西里叔使出了一个险招 刺瞎了鬼神的眼睛 男主趁机上前补刀 彻底的干掉了鬼神 与此同时 留下的几名勇士点燃了导火索 和大批的吸血鬼同归于尽 接着男主和西里叔朝着大部队追去 结果遇到了回来寻找西里叔的毛毛 毛毛因为担心他们的安危 本来跟着大部队已经走了 但还是选择回来并肩战斗 结果在与吸血鬼的搏斗中受了伤 已经开始发生失变 但还有一丝理智 他仍然认得西里叔 这时更多的吸血鬼冲了上来 毛毛为了救西里叔和他们扭打在一起 最终送了性命 看着再次涌来的吸血鬼 西里叔也不想再跑了 他让男主去追大部队 自己则冲向了吸血鬼群 影片的最后 男主追上了大部队 带领了大家往新的世界前行 影片到此结束 本片单独来看 也算是一部合格的末日公路片 但和第一部相比 就显得格调低了很多 少了文艺多了俗套 不过总算是有始有终啊 好了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